Hello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年秋冬的话,感觉琥珀这个原色还挺流行的 今天给大家测评的是最近比较火的酵色琥珀盘 这盘的设计从外观上来说,我觉得是用了新的 有一种拆礼物的仪式感 壳子是磨砂的琥珀纹路 但是呢,整体还是塑料的,所以没什么手办比较轻 里面是有一面搭镜子的,我可真是太喜欢了 也不知道那镜子成本到底是有多贵 为什么那么多眼影盘都不戴镜子呢 色号是05号灰粉琥珀,整体是亚光色比较多 与其说是粉色,我觉得更像是灰掉的裸色 来看一下手臂试色吧 这一盘的亚光粉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显色不太均匀,为了不显得我太双标 就用我之前形容过,虽然颜色淡 但是粉质很好的ASPER做一下对比 可以看一下ASPER这两颗颜色虽然颜色淡 但是即使是拉到这样的大特鞋,它也是非常均匀的 胶色这两个颜色就能明显看出来是有不均匀的地方 而且持久度没有ASPER好 到晚上持妆六七个小时之后,亚光颜色剩了就不太多了 其实两盘价位比较多,我觉得还挺有参考意义的 今天不贴双眼皮来分享一个纯内霜的 烟雾眉关感想烟熏眼妆吧 先用01号灰粉玫瑰做一个打底 再用06号紫玉沿着睫毛根部加重 大概范围就是睁眼稍微能看到的地步 接下来就比较需要有耐心了 用05号吃陶土 在睁开眼睛的情况下画眼尾上条的部分 大概是一个三角形 这里有一个技巧,像这种显色比较好 有深的颜色,站起完之后 现在手勺这样磨两下 然后再往眼睛上画 这样不会一画一大坨颜色脏脏的 夹一下睫毛,刷一下睫毛打底 现在来画一下内眼线 然后呢,现在又是一个需要有耐心的地方 就是画上条的眼线 内霜或者单眼皮应该很有铜感 扇眼尾的肉褶就很容易压住眼线 避眼画在一睁眼眼线多半会变温 所以一定要睁开眼睛画 不断地调整找位置 每次都轻轻慢慢地画 然后再用棉签或者用质量这样 稍微调整一下下 反复这样多次的话就可以画好眼线了 眼线画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凸 就再继续用这个灵木豪的赤桃图 给眼尾稍微加重一点点 用01号灰粉玫瑰 给眼尾加重的边缘稍微柔和一下 像是画眼影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颜色晕得不自然 就可以用这样的打底色 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一下 06号紫玉画下眼睫 画好之后贴一下假睫毛 刷睫毛膏 然后再来画一下下睫毛 这次发挥的不太好 有点不自然了 所以我一直不敢给你们出画下睫毛的教程 因为我的成功率大概也只有一半 用03号丁香碎碎冰膜 在眼皮显满部分 其实涂整个眼皮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亮片它挺服贴的 也不显脏 涂很多也不会显得很浊很夸张 然后就是有一点心机又惊艳的部分 用干净的预染刷 沾取一花级里边这个紫色偏光 运一下整个眼妆的边缘 然后像眼眶眉骨的地方也画的 这个紫色偏光真的挺仙气飘飘的 我抠涂的时候 不少人第一反应都是被它静点到了 眼妆一下就有了灵魂 像这种稍微浓一点的眼妆 一定要保持干净 用棉签沾一点粉底液呀 遮瑕液呀 遮瑕膏之类的 给眼尾呀下眼浅这些地方都稍微清理一下 OK 现在整个眼妆就调整完了 像我这样的暖皮画完也不会发红不会肿 我本来买CD的意义就是想要这种效果的 没想到它没做到 但是焦色就到了 绿比一下素颜的效果 好了 继续把其他部分画完 腮红膜搭配的是NERS的CessorPill 这个颜色刷很多也不会脏 是那种嫩嫩的baby粉 鼻尖上也刷一刷 我觉得冬天刷鼻尖腮红真的实在是太惹人恋爱了 口红是丽萌的唇妮BR01 现在就画完了 整体上是一个粉调的乖乖的感觉 虽然眼妆有点濃 但是因为其他的颜色搭配的是比较柔和的 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挺乖的 最后总结一下吧 05号这一盘我用下来的感觉就是配色真的真的很戳我的心 外观设计也是很用心的 但是质感是稍脱后腿的 亮片和高光是很优秀 但是亚光粉质是有待进步的 相比它149块钱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高了的 好了 这就是这次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我 让更多人能看到我的视频 我是香美 我们下期见